如果你想自驾游,在没有出门之前,是不是一直都在考虑自驾游的路上怎么洗衣服,怎么洗澡你,那么建议你,一定要谨慎出行。 比如像现在这样,我在后边洗衣服,帐篷里洗澡,你可以接受吗? 我觉得特别爽,不用去接水,不用去倒水,还特别凉快,自我感觉我变成了村里的小哥,回忆到童年。 心情一下子,年轻了好多,已经晒得发烫的水,拿上我的洗澡神器,用帐篷洗个澡。 这不今天就把衣服洗了?洗澡的事情都解决掉了,今天新来的车友大狗给买了好多菜,还有鱼,这个星期都吃不完了,吃完饭去森林公园转转,这就是最真实的自驾游露音生活。 大家别想的那么美好哦,但是对于我来说,又是心情美好的一天,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。 试着不为明天而烦恼,不为昨天而叹息,只为今天更加美好。